- 嗨 大家好 我是ST的教練 安天 AWC 那時候 2018 年吧 在打外卡隊的時候 好像我記得有一把是打 OP 吧 因為那時候 OP 很強 所以那時候我們也在想說 到底要怎麼去戰勝他們 那一把我去拿出了很厲害 那一場是我反映印象深刻的 但是往下半步的地方 直接來抓一下 song 兩邊都是喔 在 哇 這邊 黑暗意志抓到的是馬洛斯圈的身上 回頭一個是魂狀 麥克斯出來的話還是直接先發掉 哇 後面一直勾 這個黑暗意志直接帶走 帶走是莉莉安 這場的戰局真的是打得好 在這個 呃 美娜 對 這場真的是打得非常的好看 應該說也要去玩這個遊戲 但是就變成說訓練量不會傷選手這麼多 你主要就是可能是去熟悉角色啦 或什麼等等之類的 會看很大量的團練的紀錄跟 呃 比賽的 RP 還有心態吧 心態上面吧 選手的話會不太知道教練的用意是什麼 但是教練很多時候其實就是 握心殘膽 而且很多的想法都必須要 一想再想 之後再想還不一定對 還不一定能夠滿足任何一個人 還有一點是 因為我之前那時候在AWC外卡隊的時候 是跟小伊同隊 對 那因為現在的話是 畢竟她現在是我的選手 所以當然說心境上面會有不太一樣 那當然是說我會去跟小伊去 溝通一些經驗跟想法 以此也是給我達成一些共識 語言啊 就 他們就會 Saudie club 這樣子 我覺得打法吧 打法比較不一樣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就比較偏向於用 就是開戰的方式去打破 你就有著那種營運的思維 台灣的話就還是比較偏向於 穩穩的營運的方式 對 就是比較多這種東西 持續成長中 現在就是可能還是像 就是小baby這樣子 要一直捏一直捏 那後面的話就是 看他們能夠長一個什麼樣子 首先先提到德恩吧 德恩他是一個打線能力不錯的選手 但他會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狀況 就是我們需要去跟他 and talk一下 那他就會越來越貼近 我的想法是什麼 那我也覺得他真的做得不錯 給他口頭鼓勵一下 我們家的中野服 現在目前就是 天天 阿傑還有大大 可能會跟其他隊的中野服 差距稍微會有落差 他們現在就只是狀況 就是他們 你們不太懂而已 那當然如果你們能夠理解 我在跟你們比較大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們會越打越好 那小1的話其實就是一個老選手 那小1就是單操很好 後半的話 凱的血量非常差 一個巴奧仔 把小1的血量砍 然後最後一滴血萬象 小1居然是用萬象收走 這一個凱的人頭 但是他就是也是必須要 善於去表達出他的想法 出來給隊友知道 他才能夠在這條線 不是一個人去贏這個遊戲 也是讓一個團隊去贏這個遊戲 外界對我們就是沒有這麼熟悉 大家也會覺得就是可能 沒有這麼看好我們 那我也是希望說在經過 我們努力之後 我會希望說吸取他們這一季 我希望是晉級優賽啦 好不好 我們先晉級優賽的時候 不談 不談 那喜歡的話可以幫我 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明天的話我們會有 比賽 就是對上閃電郎 也希望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比賽的部分幫我們多多關注 謝謝各位 掰掰